怎么了呀 锅子又闹事了 爷 我们就上这儿去 锅子 干锅子 锅子 你干吗 你咱们看 平时用咱们的时候当狗屎 哪儿去哄哪儿去 现在好了 他们不高兴了 想打咱们就打咱们 什么玩意儿啊 好吗 你怎么以为过来 来 你是不是 在他们眼里咱们什么都不是 咱们是什么 都是一家狗 当狗怎么了 咱们就是一条狗 国家养的狗 给老百姓看家护院的狗 巨大 说得对 但狗是好事 忠诚 仁义 守则 学着啥 我不做 你这是热了 今儿天有点闷吗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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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凉过凉过 怎么了 全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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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过凉过 布子也拖 他给我医生 凉过凉过你们围着干吗呀 这不是更热了吗 都给我散了 走走走走走走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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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走 谢谢 快 快 快 走 快走 快点 快点 真是 你也出去 出去 你也在那儿干吗 你也在那儿干吗 行了啊 能够能够得了 唱歌就穿上了 我不穿 我受了这个技 你们耍小孩子脾气不是 那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 是吧 这里头没有谁输谁赢的 这里头啊 你心里不痛快 那他还憋着一肚子气呢 我跟你说啊 有时候你还真得学那个 天机业 那脸皮厚的 完了 那不管到什么时候自己感觉 哎呦 这好呦 就好像他从来没输过似的 下下下 对吧 别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这世界上啊就没有公平了 知道吗 知道 有完没完啊 我说你什么都没用了 是不是 你费什么话你给我看一场 转 局长 我就恨那些特务 狂的不行 你这话跟我说就行了 出去可不许乱说 出去可不许乱说 你知道这堆人里谁是他们的人啊 咱们局里有历情涉担啊 那是说 刚才就有人告诉李炳君的手下 规矩有停时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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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有了这个啊 再想办法让小翠花出庭作证 何路市的冤情处彻底洗清了 大雨也不用蹲了 老天 你想办法 说服你那个法国朋友 让小翠花出庭作证 我跟你讲 小翠花现在回去 一定被老费在那儿突击审查的 为什么 他又没犯他们的法 老费不是白给的 咱们这边这么大动静 他一定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老天 以你多年的经验 你给分析一下 这个案子到底 首先 刘大少那天雨夜关窗户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别管 走 赶紧走 其次就是那个遗落的边湖 那天晚上你在那儿拿走什么 我什么都没拿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或者不给我 那他们知道了 那他们知道了 还弄死你了 衣服给我 老赵就找了个无头女士来替代她 但是她的花招被识破了 例行社的人和杀手那边的人都想找到她 让她教出东西或者是小翠花 我想 他们一定是想找到那个鼻烟虎 老赵除了浩度和有点贪心外 其实他是个老实人 他不想出卖小翠花 也不想交出鼻烟虎 所以她那天晚上找到我 就是希望说服我出面 来把小翠花的事了了 但是例行社的人找到了她 长郎普蝉黄雀在后 例行社的人本来是想找到她 进行案中审讯 但是没想到 却有人提前下手杀死她 周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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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帮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杀死赵帮锐 我也不肯定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 不管是小翠花 或者是那个鼻烟虎 一定会对这帮人产生了威胁 你说那边人 会不会已经私下里找过赵帮锐了 老赵好赌这是他的命闻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盯上的利物 我又赢了 到处了他 谁要死啊 来来进场 来来进场 老赵以为对方要的就是人 而对方觉得他骗了他 他们把老赵当作例行这点 所以杀死他 以为这样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这也就是后来 为什么李炳君 带人整个收拾了那个赌场 他也是在奥福 来来来 来来 来来的利手 买的利手 您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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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例行社作对那帮人 还有去医院 杀周有道 和杀我们的那帮人是一伙的吗 例行社的人和那帮人都有可能 他们都想让小翠花死 他们的目的突然一致了 一定是想掩盖什么 而掩盖住真相对他们都有好处 那咱们得把小翠花的东西带出来啊 你看到这教堂了吗 有三拨人在这儿盯着 有三拨人在这儿盯着 例行社 那帮杀手 还有巡谱房 他们都在这儿守株待兔地等着 看谁主动钻进来 而且枪都已经瞄准好了 这么危险 就是这么刺激 怎么样 敢不敢玩一把 可我还没交过女朋友呢 你得多照顾我一点 那咱们怎么才能得手呢 这你也笑得太恐怖了吧 好 老飞 老飞 这爷 我跟你讲 你不平常喝红茶吗 你也尝尝咱中国的绿茶 清香味 这爷你又来偷偷地贿赂我 我们不讲究这个 我们 跟我来这套事吧 行行行 好好好 好好 别别别别 我们 我们是忠实的朋友 对 朋友 你还跟我说 咱俩谁跟谁赢 要不这样 你给我来点红茶 咱俩互相扯平了 我不能给你 我这些红茶都是 英国人买给我们的 非常贵 那你说吧 你是不是 为了那个女的来 我这儿 老飞啊 这个女人 她首先是中国人 对吧 其次呢 她是受害者 她是被人从这里给绑架出去的 她是受害着 她没犯罪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我们在她身上找到教堂的印识 她偷了不少教堂的东西 不是 她都被人绑架了 她还有心思去偷东西 这不是我想说的 她在被绑架之前 就已经偷了教堂的印识 这是推理我的朋友 那你问她的时候 她的律师在场吗 你有问过吗 律师 你们公布局执行的是 英美海洋法系对不对 你应该问她有没有律师 律师在场情况下 你的问询才能生效 对不对 你是以为 我们会把那套带搬过来执行 然后再像小狗一样 听明白吗 当然有啊 程序的合法性 才能导致最终执法的正确性 可是你知道这个小罪话 她 她被受监已经有一个 一个月了 我跟你讲啊 正是因为缺少这种 公平公正的 享受法律的这种 执行程序的机会 所以她尤其显得珍惜 老白 我恳请你 你给她这个机会 公平 合理 公正 正义 不分种族跟人群 有 有必要吗 都已经 已经一个月了 就来不完吗 不完 不完 我跟你说 她律师我找来了 你必须允许她跟律师见面 好好好 夏思华 老费 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说你说的 称许的万美 才是真的万美 夏思华 如果你在这里受到 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你都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会带你 向他们提出投诉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呀 这里有吃有住 又不用担惊受怕 早知道就早也进来了 他们给你案的罪名 你接受了 应该再大点 让我多在这里待几天 何不时的案子 很快就要开庭了 需要你作证 只要你讲实话 他就能得救 我一定会实话实说的 清晴 怎么了 清晴 老费 有没有御医 赶紧赶紧帮忙 怎么了 这事 快快 快 快说 别活在哪儿 你不叫出来 你会有杀身之火的数 就放在 我藏身的教堂 在教堂厨房的梁上 快点 快点 老费 来人了 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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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我 好 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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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真是妙手回轩 帮我谢谢那位神医啊 好 谢谢 谁 下次 你的朋友在装腾的时候 不能一直 一直不停地叫 这样太不真实了 你只要 只要叫一下就好了 一次 但是按你说的 我走程序了 好 拜拜 这个老飞就是滑头一个 你朋友看出我作假 他还是照常帮我们了 老实人就不能作假 一作假就露馅儿 你朋友看出我作假 很安静 很安静 我感受有很多伤眼睛在盯着我们 怎么 你不会让我在这儿装疯吧 你不会让我在这儿装疯吧 你不会让他在这儿装疯吧 还没让我们 你不会让我再预订 这儿装疯吧 真是 先来 我就睡了 你不会让我再这样 我再也被我伤了 我再被你与我便充裂 你帮我 你帮我 我再过去 一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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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敬慈嬷嬷 您这是怎么了 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弄得我有点紧张 你看看 这个干了吗 还有里面的 里面的都收了吧 看看 咱又有新衣服穿了不是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敬慈嬷嬷 我是偷偷嬷嬷 你 我是偷偷嬷嬷姐来的 嬷嬷嬷嬷嬷嬷嬷 reform 嬷嬷嬷 Elect 嬷嬷illo 走 走 走 漂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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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敢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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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你追他 跑 走 走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说实在的 这位上帝的女儿们 拍拍打打的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说 兄弟 没想到那些嬷嬷这么强悍 我要再跑慢一点 我就被他们全欧了 我给你倒点酒压压惊啊 那宝宝里边有什么呀 没觉得有什么呀 来 给你个压压惊 站住 拿出来 东西呢 吊爆了 哪的人 你例行事还是哪的 哑巴 那哑巴 绝对是假的 人家手下留情了 可鼻烟壶被抢了 抢就抢呗 你拿着也没用 你什么意思啊 不都在抢它吗 那个鼻烟壶是假的 小翠花不是小翠花假的那个 假的 鼻烟壶是真的 哎呦 什么你真真假假的都快把我绕糊涂了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真能剁到糊涂 那就是大幸了 我坚信小翠花画里有假 小翠花怎么老爱撒谎啊 撒谎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其实城市更可以保护自己啊 不是每个人都是夜景界 走了 你衣服 给 小翠花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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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 我们需要去救荷牌 要到来 那位女生 要有病房子 要去救荷牌 你 等我 等你 别择开外面 叫救护 他会来 这里 不 如果她会在这里 那会为我们危险 不不不 外面是危险的 这里是安全的 你明天要给她一些食物 就先吃鸡鸡 我明白 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吃吧 等关子打完了 再出去吃也不迟 倒是你得请我 这一段时间伙食卫都是我住的 可是我帮的是你的人 好了 我又说错话了 我说回 你说她还能跟我和好吗 哪怕只做朋友 我觉得吧 你应该去试试 如果何如是真的接受你了 说不定她会更加激起去为自己抗病 要不嫌呢 我就再说两句 其实你啊 现在是你自己心里没有芥蒂 你一直在犹豫一直在害怕 你一边想帮何如是 一边又担心她出来之后怎么办 你到现在都没有想好 你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你啊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承担呢 你啊 话有点太多了 我说不住了现在 老天 田探长 田鸡 我给你讲 花这么大功夫 做得这么好吃的面 你想你这个话 是我这不天懂吗 完了我吃不下去了 那我陪你 我也不吃 我承认 就目前来讲 你是我在你们那个阶级里面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 这 你最起码还有良知 还知道美丑善恶 然而在你们那个阶级里面 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些了 他们没有是非善恶 他们只有利益 他们不希望对别人负责 但他们却要别人对他们负责 他们就是一群吸血鬼 一直在吸别人的血 我跟你说你吧 你本身就是一个偏激的人 你不得志 怪别人 占了太多的机会 你不成功 又羡慕别人的成功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别人为了成功所付出的这一切 这些风险 你经历过吗 你本身这种想法就是以偏概全 这就是一种不公平 我跟你说你这人还别得志 得志即遣升天 你得志也是个霸道专横的人 不 有些地方也确实有点像啊 好 我再给你打个例子 这就好比一个没有教养 没有知识的一个丑女 进不去那些高档的社交场所 于是 就怪别人 生活腐败 堕落 风花雪夜 这话有说服力吗 如果你本身 你是一个大美女 有才华 有教养 自由进出这些场所 反过来呢 你还不屑于这些地方 那你才有说服力啊 是吧 你本身就没有得到过 你凭什么说我得到了我就会放弃 没有说服力 你说得对 没有拥有过的人 就没有资格去谴责正在放弃特权的人 所以就需要一种制度 他可以对权力 对贪婪 对欲望加引约束 他可以让每一个人 都拥有机会去放弃和拥有 他是一个天平证 一边是公平证 一边是法律道理 你说这话我同意 制度 制度很重要 我同意 我决定了 我要去找他 来 老费 我跟你讲 你们就是有意的 你就想把他留在这儿 姬爷 你知道吗 他留在这里更安全一些 在这里其实并不妨碍他出庭 我这是在帮你 我不否认他在这儿安全 也是对我有益 但是你这个程序的不合法 哪是对执法精神的损害啊 我知道你学过法律 你也敢学一下哲学 你敢先管好外面主节 那些烂傻无辜的人 而不是在这里 对我横架职责这样有史公允 行 行 老费 行行 我告诉你 老费 我这茶也我跟你讲 我不给你了 你呀 你就捡那几片叶子 你自己冲着喝吧 去 其实老费说得对了 小气花在他那里 应该更安全 你以为租界就是净土啊 那里和这里有着千丝万缕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牵连 我想我可以以我律师的身份 去看看他们 顺便给他一些启示 嗯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见你 这个女人真是不值好歹 你就跟她说我必须要见她 好 听说您有我朋友小醉花的消息 是的 我找到她了 她现在怎么样 目前很安全 放心吧 保护她是我的侄子 但愿如此 我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来见你 不管你怎么对待我 我都会欣然接受 请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话听上去倒像是我太霸道了 其实您很厉害 我的看守和我的御友都在帮您说话 他们都很善良 知道现在应该拯救的人是我 您真逗 现在自由的是您 等待判决没了自由的事 可是在心灵身处您是自由的 我是被捆绑的 那是您多虑了 您就像是一个 吃你了大餐的人 突然觉得像吃一口咸菜 就会得到幸福 您像快乐观了 所以 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烦恼或者是痛苦 您会觉得很兴奋 很刺激 其实您不用那么做 也不用调换您的胃口 您可以有方法找到新的快乐 我知道您还恨着我 您有多虑了 没有爱就不会有恨 没有爱就不会有恨 我对您一点感觉都没有 您大可不必那么去想 容易引起误会 静雯 你叫谁 静雯 你叫的那个人不在这儿 你叫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如果您想跟那个女孩说话 如果您想跟那个女孩说话 就去地狱找她吧 不对 下地狱的人不应该是你 永远不会 为什么不会是她 为什么不会是她 就应该是她 一个女孩子 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 欺骗了疼爱自己的母亲 亵渎了自己纯洁的肉体 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她不下地狱谁下 至于您 先生 您觉得自己将来要落到什么地方 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你自己也左右不了 对了 还有那个 永远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好吧 你就知道我不是田机业 你也不是何如是 这个社会肮脏透了 但是我们总应该 为她做一些清扫工作 是不是 我没那个权利也没那个义用 你有 自救就是救人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是维护社会大利 您这些话还是留着去 跟小报记者说吧 听着只会让我可笑 请别自我自欺 请尊重自己 您应该对自己说这句话 对不起 我刚才的用词 有点不太准确 我曾经尊重过自己 也尊重过别人 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尊重也是一种权利 是需要被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到嫌疾无聊的时候 给你的一种赏赐 可即便是这样 你的理解 也会被人家当作是 骚扰 田探长 不 田大少爷 我今天来这儿见您 就是想亲口跟您说 您对我的照顾我都已经看到了 您可以在良心上 让自己舒服了 您无需再为一个长三阿姐 一个下等的女人 再浪费自己的感情 您可以安心了 还有就是 刚才您对我高高在上的教导和指教 我都已经听到了 虽然我当她都是放屁 不过您还是说了 您也努力做了 您可以原谅自己了 您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我觉得现在 您应该回家 去喝几杯胜利的小酒 当然 您喝多了以后 是那么的奔方 静雯我一定要娶你 静雯 我恨我自己当初 没有那么坚定地去寻找你 我恨我自己 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 把心爱的人留在身边 我恨时光为什么不能倒流 让一些从心来过 我 我甚至无法用语言 来描述对自己的恨和厌恶 好在我还相信明天 相信希望 你混蛋 你还没玩够是不是 你还想再换换胃口 你觉得一只老猫 在一个小老鼠临死前 对它的调戏会给你带来兴趣 会让你觉得更刺激 你是不是觉得为了追求刺激 你可以不细一切 不细一切 天机 我告诉你 你和你的家族 在我眼里就是一泡狗屎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跟我说这种华丽的语言 你就是个懦夫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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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嗎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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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墓地 我去墓地 我回头去墓地 我回头去墓地 我去墓地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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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儿 我来 你来 宅地 我来 我去墓地 你来 你来 我去墓地 于是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没有看出来人家是真心对你好吗 我在这儿待了几十年 什么人没进过 从大清到民国 是真心还是假清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吴宁啊 快别犯傻了 多好的机会 别错过了 妈 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是我们不好都那么晚了 来打扰老先生 你们现在也是家里的客人了 那就一起吃一点吧 来 谢谢 谢谢老先生 来 几位 来 几位 我来吧 我来吧 请问姬爷有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 为什么 也许是她想专心学习不被打扰吧 那她得学多久啊 五年 五年 我的女儿她等不了五年 来 这上面有三百大雅 集对集服 我认为孩子们在处理感情的事情上 是有些草率了 我们做家长的不能放任 拿着 今晚 你还年轻 需要学习 把孩子打掉吧 把孩子打掉吧 你去上学 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也许等你学成归来 和姬爷再次相聚的时候 你们会有更多的共同意义 会有更深的了解 到那个时候 这也是姬爷所希望的吗 这也是姬爷所希望的吗 您跟您的侄子 真是两个敢做敢当的好男人 季爷从小到大 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您精心安排的 您为了他可以牺牲任何人 您真是个大善 那么当初 为了没有第一时间能够救护我 而亲手打碎自己最喜欢花瓶的那个人 又是谁呢 我曾经那么敬重您 但是在您眼中 您的侄子 和一个石窟门露像的夏等人 只能开开心 但是绝不可以有爱 因为您的尊重 是建立在您接受和允许的条件下 给那些和您同等阶级的人准备的 像我们这些夏等人 本来就不配了 也不应该有尊严和爱的意 我们是很穷 但是我绝对不会用我的孩子和金钱做交换 我会好好地把他养大 也会教会他 如何在你们这些人边境 也会教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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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你们这些人边境 说不 词 vers 字幕 欢迎回资 心中 冲破了谜雾的封锁 在这暴雨墙值的时刻 在这暴雨墙值的时刻 是谁诉说 他是谁诉说 人间的脆弱 剧弱 前路固埋着命运的坎坷 命运暗藏着前路的阴光 在这暴雨强制的时刻 视线隐藏人间的杯盒 杯盒 想你想的阴晴圆缺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 直到雨后那阑珊的火 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 想你想的阴晴圆缺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